电梯内部空间狭窄 移动板房体积比较大 操作这种大型叉车 四脚盲区比较多 全屏指挥员的口令手势进行操作 这就要求我们操作组所有人员 要进行协同配合 此次我们卸载的物资数量大 种类多 特别是大件的物资比较多 还需要在高温环境和非接触模式下进行作业 给我们卸载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和困难 为此我们前期充分预想准备 科学制定方案 反复推演训练 从而能够确保物资 安全 有序 快速进行卸载和移交 鸡腾 请按摩 此次 证正ブ训练 明确保物资